很多人都會覺得年紀大了 就自然要吃得比較清淡 甚至乎要吃齋 清淡又不等於飲食上的食材的選擇 特別是對的 我們譬如說240cc一杯 其實它的熱量都差不多等於半滿至到百分滿的白飯 如果我們在飲食的時候 將這個燕麥或者燕麥奶 不是用取代一個正餐的方式去做 其實就會過多 但其實有部分的健康食品 應該是食材 也會暗藏一些三高危機 各位健康媽的觀眾大家好 我相信有不少人和我都有同一個疑惑 就是從小到大我們吃的東西都是一樣 但那些人去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現三高的問題 到底是不是年紀大的人 就一定要戒口 一定要吃東西清淡些 甚至吃素才可以避免三高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了 我身處於台灣的周志輝博士 跟我們講一下 如何從飲食方面去預防三高 有請周博士 大家好 我想知道年紀大的人 其實他們的身材代謝不是減慢的 是不是代表我們容易有三高的問題呢 三高這個意思是由高血壓高血糖 和高血脂這三種的慢性疾病同時一起爆發 所以叫做三高 首先知道三高的原因 其實和能量消耗和肥胖 一定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自然會聯想到一個身材代謝率 很多人會以為年紀大了 身材代謝一定會減低的 但是其實這個認知 在過去這十年左右 我們可以從一個很著名的科學 科學科學的一篇文章 可以將這個答案推翻的 當時這個研究 就邀請了6421位的受試者 年齡就由一歲 剛出生一周到95歲之間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發現原來 新陳代謝不會因為年紀大而慢慢降低 其實我們人的基礎代謝率 和每天的能量消耗 在二十至六十歲的年齡階段 幾乎是不變的 一直到六十歲之後 才會慢慢慢慢降低 在這個研究裏面發現 其實嬰兒剛出生的時候 去到一歲是最高峰的 慢慢就會降降下去 到二十歲左右 他就會停止降低 即使你現在懷孕大肚子 我們會覺得他的代謝率會變 其實也不會變的 大概到六十歲之後 因為一些很重要的 關鍵器官的功能慢慢降低 肌肉量也減少 還有老人家隨著年紀老化之後 他的細胞也會逐漸老化 所以整體來說 在六十歲之後 那個年齡越大 那個基礎代謝率 就慢慢慢慢降低 以女性來說 停經之後 那個刺激素分泌量就會減低 這樣令到血管調節的功能會變差 那這一部分的族群 其實都是一些高血脂 或者高血壓的酷發族群來的 那除了年齡 遺傳 飲食 和他的生活形態 其實都會影響這個三高的發生 即是說了六十歲之後 他的生成代謝率變慢 那如果你在飲食上面 仍然是好像以前那樣完全不變 那又沒有運動 那熱量攝取比消耗很多呢 那看脂肪變胖了之後呢 那就會增加這個三高的風險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你的生活形態 究竟有沒有隨著年紀的改變 來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所以不是一定年紀大 一定有三高 如果現在年輕人 你的生活習慣不太好呢 其實都可以提出三高的 那因為剛才也有說 飲食也是一個重要的部份 那我們飲食上面 我們是不是需要介口 或者可能真的 本身的習慣應該要吃得清淡些 才可以避免三高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年紀大了 就很自然要吃得比較清淡 甚至乎要吃齋 清淡又不等於 它在飲食上面的食材的選擇 特別是對的 當我們說吃得清淡 首先的定義是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很自然都會覺得 應該要少點鹽 少點糖 這樣叫做清淡的 但是其實一部份的健康食品 就是應該是食材 亦都暗藏一些三高危機 舉個例子 近年大家會覺得 耳蜜奶或者耳蜜 這些植物性的食品 是一些健康飲食的首選 就以耳蜜奶來說 它的好處無非是可以幫助調節血脂 或者改善膽固醇的一些說法 如果你再看多些研究 你會發覺膽固醇的一個降低 是比較明顯 但是降脫脂是未必的 因為一般的熱蜜奶 如果我們譬如說240cc一杯 其實它的熱量都差不多等於半碗至8分碗的白飯 如果我們在飲食的時候 將這個熱蜜奶 不是用取代一個正餐的方式去做 其實還會過多 因為熱蜜裡面其實都是要澱粉 都是以澱粉和糖類為主 我們經常說它裡面含有很多試食纖維 的確它是油 但是澱粉亦都不少 所以如果你沒有做取代這個動作 其實對體重的控制或者血脂控制 未必有正面的波助 如果你吃過多 反而可能會造成反效果 我們在歐盟的或者外國的官方公告上面 就已經看到一些提醒 就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世界就不存在 所謂的超級食品 因為任何食物 都有它的好處 但是這個世界因為沒有一個絕對好的食物 只有相對較好的 所以就是只要大家在選擇上面 如果你覺得你真的很想吃這個食品 我覺得都是適量 如果選擇了素食 因為植物不含蛋固醇 幫助蛋固醇的降低當然有幫助 如果相對在吃大魚大肉的人 會有這樣的效果 但要記得其實食素 就不等於一定不幻上三高 這是我想特別講的原則 我舉一個以前在台灣發生的例子 有一個老伯差不多十多歲 宗教的理由 就有成二十年食素的一個 而且他還存素 就連蛋固醇都不要 當然他的蛋固醇會比較低些 但問題就是 連我們講的高密度脂蛋白蛋固醇 HDL-C 這個蛋固醇 他都過低 所以就引發中風 適量的蛋固醇 其實對身體健康的維護是很重要的 要避免食渣而食出問題 其實注重均衡是很重要的 所以相對來說 奶蛋素會比醇素會比較好些 你會見到差不多十年前左右 在台灣國衛院 有一個針對五十萬人的 健康檢查的一個 資料庫的分析 就發覺如果 不吃奶蛋的存素 他的總蛋固醇的濃度 就容易過低的 反而會令到他增加中風的風險 如果你真的吃素 其實我們覺得奶蛋素會比較相對健康 因為中風機率 在傳數和奶蛋素來比 傳數反而中風的機率 是多幾倍的 所以不是單單靠 以前有食慾 改做全部食齋 就可以很輕易地達到 避免三高的問題 如果想避免慢性疾病 或者想避免三高 吃點清淡 或者戒口 甚至吃齋 健康就一定好 但其實老人家 因為他本身在味覺的觀感上 其實他慢慢已經退化了 所以很多時候 一起吃飯的時候 是家人發覺 為何你吃的味道這麼重 他才會發覺 原來我吃得偏鹹了 他當時未必會知道 所以變成如果對於一些 本身要調整而不同的 一些老人家來說 改食素食 或者比較清淡的食品 當然是有幫助 但對於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不需要太極端 因為很多時候 老人家因為 美國的問題 他會覺得食物比較乏味 胃口不太好 營養缺乏的問題 是相對普遍的 如果我們可以在老人家的飲食上面 在烹調上面 適當地用一些香草 或者調味料 就是我講的不是鹽 去調味 可以令到老人家的 那個胃口改善之後 就可以吸收比較多的營養 對他們維持健康是很重要的 為何我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對於這些調味 會很容易走過頭 就是認為 咸就一定不好 只要你吃鹽 就一定會高血壓 這些問題 不一定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營養狀況比較不太好的時候 如果他隨意介口 還反而令到一些健康 或者既有的慢性疾病 會惡化的 過去日本 有些 2009年開始 就有些針對 體重和健康的一些 關聯性的研究 原來我們經常所講的BMI 身體質量指數 這些指標 如果老人家 他的BMI 稍為在標準值的上面少少 18.5至24是一個標準範圍 他比如25 大概25多少少 發現其實他們的平均壽命 是會長些的 研究推測 就是老人家 如果過手的時候 其實看抵抗疾病的能力 就比較差些的 瘦的人如果真的BMI偏低的 其實他的死亡率 都是比一般 差不多25高少少的人 其實反而還會多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 歌手的人 會伴隨著一些營養不良 抵抗力差的一些問題 我想強調就是提醒一些 銀髮族的朋友 他那個營養的充足 和均衡的重要性 你剛剛都說過 我們可以用一些香草來調味 那除了香草之後 會不會還有其他 一些天然的調味料 都可以推介給大家 你不想有那麼多糖或者鹽 你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去調味 例如你可以在煮菜的時候 用一些粟米、番茄 其實裡面都含有很多天然的味精 在裡面的 因為他們的結構 跟我們現在的味精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覺很多人去煮湯 會放粟米 或者加一些番茄的時候 會特別鮮味 你會發覺在喝湯 煮湯的時候 會放一些柴魚 其實最初味精發營的時候 都離不開柴魚 或者一些海產類的安基酸的成分 昆布 即是紫菜、昆布 海帶這些食材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天然的味精裡面 所以天然的味精不一定是MSG 還有很多其他核酸類的一些味精 它們會有加成作用 所以變成你將很多以上我講的 甚至紅蘿蔔都有的 將它放在一起去煮湯 那個湯的鮮味 帶出來的效果 其實跟你加味精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不想用味精 或者想減少一些蠟的攝取 其實改用一些新鮮食材去烹調 其實可以達到相對應的效果 今天麻煩周教授和我們講 有關這個飲食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項 其實大家最重要是飲食 最重要是均衡 選擇適合的食物 不要說吃得太多我一種食物 或者吃得太少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的健康媽 還有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